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蒋维平,今天是10月18日,我在多伦多 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个非常冗长的这样一个讲话 那么目前这个报告已经刊登在网络上 从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很多重要信息 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说外界普遍关注的有关王岐山的去向 上还是下,流还是去 这个大家已经争议了很久了 我看海外的网站上,很多人都非常活跃 都在对王岐山最后的结局进行猜测 形成了近畏分明的两派 挺王的和反王的,非常清晰 这个非常有意思 那么从习近平这个报告当中 我觉得呢,这个似乎可以看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走向 世界的一个走向 就是说呢,习近平这个不会放弃 他这位当年在延安,这个摇洞里,盖过一床大被的这个知情的战友 同时也是在反腐败这个领域,他们绑在一起这样一个住手 那么习近平在报告当中讲到了这个,健全党的国家监察体系这个问题当中 这个透露的一些信息啊,似乎给这个王岐山啊 留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归宿 这里讲到啊,就是要深化国家的监察体制的改革啊 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 我们知道啊,这个监察体制啊 以前早在这个北京浙江啊,好像一个城市搞了一些试点 这个在报告当中进一步的讲了 他说呢,国家省市县,就成立监察委员会 那么同党的纪律监察机关何属办公 这说明什么?说明宗纪委啊 这个这个职权呢,可能和这个荣静的这个监察体制这个职权 放在一起了 那么有可能让这个王岐山担任这个监察委员会的这样一个主任啊 那当然这个级别也够高的啊 比过去这个中纪委比较啊,也不低啊 也可能王岐山不做常委了 但是可以做仅次于常委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 这个报告当中讲到了啊 这个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领域监察这个全覆盖 那么制定国家监察法赋予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 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 那什么手段呢?讲的很明确啊 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 所谓两规就是算规啊 我们知道以前中共对这个高级领导干部啊 作为党员的领导干部的这个处置啊 都是采取一些算规啊 调查清智之后 然后这个掌握了基本上这个问题啊 就一交司法来处理 当然有一些啊 在一交司法之前 把它认定为这个不涉及到形式啊 可能就软着陆了 就像这个十八届纪律简单位和八次会议啊 最后公布的结果 像李刚啊 这几个三个人啊 以及还有的同时公布量啊 级别比较这个低啊 但是其实也是中共很醒目啊 非常这个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些人物 像何庭啊 等着那些处理的方式 那么这一次已经透露很清楚了 将来改革了这个司法监察这个体制啊 建立之后 算规已经消失了 那么就要用流制来取代 实际上这个只是字面的这个变化啊 换汤不换药 这个也是在派行之前呢 就要进行这个软禁呢 或者让他们失去自由 这个在监禁的这个条件下啊 对他们进行这个处理 那究竟流制这个性质和算规有什么不同 时间有长短有什么区别 那么司法的定义啊 内涵和外延啊 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 现在还没有出台 不是太清楚 不过非常可以肯定啊 将来完全一种可能性 就是十九大之后 那么王岐山将担任啊 这个拥有着这种 这是等同于留 算规的改为流制啊 这样一个权力了 这个权力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作为共产党员啊 那么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 这个也可能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啊 这个归于失败 被阵地打败啊 被抓住霸凌啊 就可能用流制的办法 限制任自由 让你坦白交代问题啊 这个至于时间长短啊 就要看所谓的这个监察法 将来怎么这个去制定 这个很难说啊 目前看不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分析啊 就是说这个指向 这个位置的指向呢 可能给这个王岐山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由于王岐山在大老虎拍苍蝇这个运动当中啊 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这个得罪了很多人啊 这个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啊 都显示的非常清晰啊 数百位大老虎啊 这个同时基层的党员大概处理了 涉案呢 差不多是100万左右啊 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庞大 那么习近平在昨天报告当中啊 也讲到了啊 他们做到了就是这个 乌进区啊 全覆盖零容忍啊 可见这个这个力度比较大啊 已经形成了这个压倒性态势啊 这个的确是啊 已经做到这一点 只不过是由于选择性反腐啊 和这种呃 带有内度的色彩啊 招致了很多官员的这样的 这个反弹啊 也也在海外舆认造成了 很不好的一些 这个一些印象 那么特别是 郭文贵先生在海外的高调爆料啊 这个毁掉了王岐然这个形象 这个过去这种连接奉公这种形象啊 也就是他本身 这个除了选择性反腐 这个特点之外 还有一身作则的问题啊 这大概就是总继的这个 八戒啊 这个是把八次会议啊 这个公报啊 这个非常简短 文字简短啊 他的讲话没有全文披露 一直晦气啊 减少减短这个情况造成了原因之一啊 而且在昨天的 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啊 谈腐败的时候 也同样没有具体的 谈更多的啊 有关的案例啊 大概也是比较忌讳 考虑到这个主席台上这些啊 各个派系的大佬们的心情啊 不管是江泽民 还是胡锦涛 还是文家宝啊 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感受啊 因为有些被抓捕的贪官啊 这个我在以前 以前的视频当中也讲过 像这个周永康啊 像徐才厚 像这个郭伯雄 还有令吉华啊 都起来 等等这些人 这个都 背后都有一棵大树啊 这些人 现在有的人 还作为这个特要代表啊 坐在主席台上 要考虑他们的这个心情 习近平还要团结他们 不过他这次比较策略啊 这个比较精明 就是说没有在 这个报告当中啊 过多点 这个把人们影向 这个敏感的地带啊 也给这个通过监察委的设立啊 一件算调剂 使这个反腐败啊 进入这个制度的层面 进行处理 又给这个 他的这样啊 助手啊 这个他所 这个利益相关的啊 王岐山 也留了一个 比较好的位置 那么现在不清楚啊 那么下一步的程序 就是王岐山 能不能 非常的顺利走过去啊 如果能走过去 那可能不是常委啊 也留一个好的位置 如果说 整个这个党员啊 特别是这些 议会的代表啊 包括特要代表 都有这个投票权啊 假如 这是搞点事啊 增加阻力 可能 王岐山 可能就 不一定 能带上这个重要的 这个职务 但是这次 我看会议的设计啊 也很精明啊 很老道 就是说 一些重要事情的 都以 局所表决的方式来办理 因为如果啊 都让他们 这个 按这个投票器啊 那么 私下来 表达自己这种 愿望啊 我相信 可能 王岐山 阻力就比较大 像这种 拘手的方式啊 那么大家还有一个 好面子啊 不愿意公开得罪人 那么 习近平 等这些领导人 坐在前面 一览物鱼啊 可以看清哪些人 拘手哪些人 没拘手 当然 即使有些人 心里 这个 有些想法 也不敢公开的表达呀 毕竟 这是一个 这样一种 上级啊 领导下级 下级 服从上级 这种状态 所以呢 他这个设计上 也非常的 这个 非常老道啊 非常精明 那么就是说 有些重要的事情 往往都是 拘手表决 那不管怎么样 最后肯定还有 这个大会啊 这些 素以千计的代理 一种 这个按着 投票器的方法啊 那么可能更 能表达他们的名义啊 那说不定 这个 在这方面 王岐山也是 一必要忌讳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 更为重要的啊 也就是我们 已经分析到了 可以看到 这个 郭文贵 这个高调的 海外爆料啊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呢 接连的抛出了 很多猛料啊 其中这些 这些所谓的证据当中啊 这个 有一些是真实的 那么有一些是渲染的啊 过去我多次讲过 那么即使 就是 塞掉那些啊 虚假的 流行的一部分 仅有的一些真实性 对王岐山 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打击啊 那么 但是中共啊 这个还要显示 自己的空前的团结 还要不买账啊 表明自己很坚强 很团结 不理睬这些 海外的杂音啊 所以说 我目前可以看这个 在主席台上就做的啊 这个不仅有 王岐山啊 还是 他还是十九大这个 资格 这个代表啊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啊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孟建柱啊 还是主席台一个副秘书长 还有这个 傅振华啊 等等 都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 似乎一直在挥击 这个郭文贵啊 那么 与此相应的啊 郭文贵 也有所这个 这个收敛啊 也则中断了自己这个爆料啊 原本是在 十九大开幕这一年 同时爆料啊 现在改变了这种决定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不管怎么样 那使这个事情 变得比较复杂 那么可以想象啊 这个王岐山啊 呃 留在啊 这个重要的领导岗位 岗位上的 这个可能性啊 当然比较大 那当然 呃 接下来还要看 未来几天啊 整共十九大这个 就发展的啊 这会议啊 就演变了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关于啊 这个王岐山的这个 和 监察委员会啊 这个制度的设置 自己的一个关系啊 我就做以上的 这个简短的评论 谢谢大家